这个女人有多疯狂 老板去卫生间 她直接将人推了进去 吓得老板大气都不敢穿 生怕被同事们误会 女人上了老板的车脚脱衣服 气得老板开车就跑 在万人眼中 德瑞克是一个完美的男人 年纪轻轻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妥妥的富一代 而且本人相貌帅气 温文而压 关键他也是一个标准的好男人 俗话说 成功男人对年轻女性的吸引力无语论比 更别说德瑞克这种帅气加强版 丽莎从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那是丽莎去公司报道的第一天 在电梯中 她遇到了帅气的德瑞克 内心蠢蠢欲动的丽莎 一个不小心就将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 并趁机展示出自己的美腿 可德瑞克竟然撇过头去 一眼不堪 帮她将文件捡了起来 如果说这次相遇是巧合 那么接下来的一切 可能就是上天安排 起码丽莎是这样想的 来到公司后 丽莎惊讶地发现 刚刚那个男人就是新公司的老板 看着这个男人 丽莎的双眼爆发出光芒 虽然身旁的主管告诉她 德瑞克已经结婚 但她显然不会放弃 没过几天 德瑞克的男助理生病请假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好机会 丽莎毫不犹豫地 就来到了助理的职位 虽然德瑞克有点不太适应 但此时的丽莎也没着急 而是先展示出自己的工作能力 对于各类文件 丽莎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 还用她自己的办法让德瑞克的工作 更有效率 最关键的是 丽莎十分细致 她很快就摸清了德瑞克的一些习惯 这一切都让德瑞克对丽莎刮目相看 这时她突然觉得 女助理似乎也不错 不过这只是丽莎的暂时隐藏而已 随着朝夕相处 丽莎对德瑞克的迷恋越来越深 也让她对德瑞克的妻子沙朗 越来越嫉妒 她开始偷听夫妻二人的电话 那甜蜜的对话让她醋意大发 于是她借植物之边 直接挂断了沙朗的电话 对于这件事 沙朗很疑惑 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里面一定有毛泥 果不其然 德瑞克告诉妻子 公司信到了一个女秘书 沙朗非常生气 曾经就是助理出身的她 自然明白谁才是最危险的 她可不想让下一任助理成功上位 第二天 沙朗来到办公室 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但在德瑞克看来 妻子与女助理的见面 是那么的和谐 两人交谈甚婚 感觉像是好闺蜜 可只有这两个女人才知道 第一次的交锋是多么激烈 很快 危机看似结束了 男助理的归来 让丽莎离开了德瑞克身边 看到这一幕 沙朗被放下心来 这个美女独自一人偷偷哭泣 作为老板 关心员工的情绪也是很有必要的 于是德瑞克纳着性子 开始关心丽莎 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看似敷衍的一句话 却再次点耳了 丽莎心中的欲望之火 她开始给德瑞克写信 发邮件 甚至连公司的员工都看出来了 丽莎已经瞄准了德瑞克 圣诞节到了 按照公司惯例 每年这个时候 全公司的员工都要一起狂欢 不带家属的纳照 而丽莎也将这次狂欢 当成了绝佳机会 她一边不断挑逗德瑞克 一边灌她喝酒 德瑞克不胜酒力 躲进了卫生间 可丽莎却将这 看成一种暗示 她跟着德瑞克进了卫生间 还将其推进小隔间 但德瑞克还是在关键时刻 把控住了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 德瑞克不停地躲着丽莎 甚至不敢与她发生目光接触 而丽莎还像往常一样 和德瑞克打着招呼 和同事们有说有笑 可这一切都是假象 就在德瑞克准备开车回家时 丽莎直接坐了进来 她认为上次是在公司 德瑞克放不开 于是就开始脱衣服 德瑞克崩溃了 她落荒而逃回到家中 奔向和妻子坦白这件事 可一个大老爷们儿 让个美女给骚扰了 这话说出去怎么会有人信呢 但第二天 人事主管就告诉了德瑞克 丽莎辞职的消息 她长松了一口气 终于摆脱了这个女变态 随着丽莎的离开 一切好像都回到了正轨 家庭和睦 事业整整日上 德瑞克决定带公司高层 前往度假村放松一下 可她却不会想到 在度假村 还有一个人在等待着她 来到度假村后 德瑞克很快发现了丽莎的身影 与以往不同 这次丽莎可谓盛装出席 一系红色长裙 将她衬托得更加迷人 如果说之前的丽莎仅仅是危险 那么现在的丽莎就是核弹 她以为德瑞克把公司的人说闲话 所以才选择辞职 这次两个人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 但德瑞克却告诉她 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事 但丽莎却有备而来 她趁德瑞克不注意 偷偷在其酒里下了药 很快 德瑞克就被同事送回房间 而丽莎也混了进来 她强行占有了德瑞克 第二天 德瑞克和同事们开会时 被服务生打断 外面有人找她 果不其然 找她的人正是丽莎 这一幕让德瑞克十分崩溃 丽莎望着离开的男人 伤心欲绝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灭吧 晚上回到房间后 德瑞克发现 丽莎竟然躺在自己的床上 并且服用了大量安眠药 自杀了 无奈的她只能将丽莎送到医院 而同事们也亲眼见证了这一切 也许是女人的第六感 家里的沙朗开始给丈夫打电话 但始终都打不通 这引起了沙朗的怀疑 打了多个电话后 终于得知了真相 她连夜赶到医院 可迎接她的不只是德瑞克 还有警察 这个男人被女人迷晕 强行霸占后 却白口莫别 在两性关系中 男性总是被默认为强迫的一方 在警察眼里依旧如此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德瑞克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全都说了出来 这时 一旁的沙朗十分迷惑 为什么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德瑞克的回答 不仅没打交警察的疑惑 还激起了沙朗的愤怒 感觉受到欺骗的她 和丈夫大吵一架 这虽然是两人结婚以来 第一次吵架 但事情十分严重 德瑞克被赶出了家门 丽莎继续着自己的谎言 她借用警察将事情搞得一团糟 给让德瑞克和沙朗 产生了结婚以来的最大危机 不过好在德瑞克一直以来表现良好 最终两人还是兵事前线 但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眼看挑拨计划失败 丽莎决定兵行险招 趁夫妻二人外出甜蜜的机会 丽莎来到他们家 还借口支开了保姆 抱走了两人的孩子 回到家后 发现孩子不在的夫妻二人可吓坏了 不过好在 丽莎还有些理智 她仅仅将孩子放在了德瑞克车上 为此 沙朗在家里装了安保系统 方式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一日 沙朗即将外出 突然想起 家中的安保系统还没打开 便急忙返回 可这也让她将丽莎抓了个正招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丽莎竟然来到他们家里 还穿着睡衣 像个女主人一样 躺在德瑞克的床上 这一幕 沙朗怎么可能接受 她立马就要报警 可丽莎却不依不饶地继续挑衅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正面解决的 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 此时 德瑞克的电话打了进来 听到电话响 丽莎接起电话 德瑞克懵了 这个疯婆娘怎么又跑到自己家了 可还没说话 就被暴躁的沙朗打翻在地 此时的沙朗好像战神附体 她坚决地走向丽莎 发誓要解决这个破坏她家庭的人 虽然当了母亲 但论战斗力 沙朗远远超过丽莎 刚才还打得难解难分的两人 瞬间成为了沙朗的单方面殴打 他们从卧室打到阁楼 丽莎被打勾呛 这时意外出现了 也许是因为年旧失修 阁楼的地板竟然被踩碎 丽莎一不小心就掉了下去 下面足足有两层楼高 此时的沙朗虽然愤怒 但并不想闹出人命 于是她试图救起丽莎 可丽莎却鬼迷心窍 就想拉沙朗一起掉下去 无奈沙朗松开手 最后时刻 德瑞克赶回家中 给了沙朗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切终于结束了 丽莎带着不甘 永远地离开了认识 而德瑞克和沙朗 也将继续 他们的幸福生活 这看似是结束了 但也许是另一个开始 难道德瑞克 真的对丽莎 没有一点想法吗 好了 下个今天就得不到这了 亲爱的们 喜欢小五点 得不哒哒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